现在有宝宝了吗 有了 我也挺感谢上天 赐给我们一个可爱的女儿 现在女儿已经 五周零 十个月了 比我都要高半头了 所以你们好幸福 其实刚结婚 不久就还上了宝宝 对 当时心情特别美嘛 这有自己的孩子呢 她那天特别开心 而且当天晚上在饭店订了 好多好吃的 摆了一桌回到家 但是我瞅的那些 我一点口碑没有 因为我那一宿 我大脑里想着 如果这个孩子残疾了 那时间久了 他会不会把我 you can do that 颜色鬼灯 一半 还是 我从手术台慢慢地睁开眼睛那一刻 浑身一点力气没有 我只是微微地问了一下大夫 孩子健康 大夫大夫就说非常健康 哎呀我这个心啊 总算我就觉得宝贝妈妈对得起你 从那以后我感觉 我终于可以好好地去休息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 所以就有了一个很幸福的小家庭 一家三种啊 宝宝出生以后就是我自己带 那时候女儿抱也不得抱 有一次女儿发烧 然后天下的蒙蒙蓄雨 老公在上班 她那时候挺忙的 我没有叫她 我自己一手打着伞一指推着车 等到到了医院之后 孩子给推了推草药 回到家以后 我的衣服已经淋湿透了 等到下午孩子已经什么没事了 可是我已经病了 当初我烧的我都自己都不行不行的 老公回到家看到我躺在床那一刻 她也哭了 她说老公你太辛苦了 我说我不辛苦 为了孩子我知道 因为现在孩子走到哪里 她都会说这是我的妈妈 每次都是我自己接受 你们两口子会吵架吗 有时候也会吵架 家里边谁做主啊 她说 吵架的谁先道歉啊 我先跟她说嘛 你道歉 对 因为我看出来 你们家大事小情 都是媳妇做主 对 老公又负责出去挣钱 挣了钱还得交给媳妇 是吧 然后媳妇统一安排 但是合作愉快 你也愿意被管的是吧 愿意 所以今天是带着幸福心愿来的 一起兴兴兴兴兴的幸福心愿吧 来 请上前一步 我的幸福心愿就是拍一套全家福 好 拍一套全家福 最想要的就是让她要有 她要有那里话抱我一下 她一个手可以抱得动吗 可以吧 有一点抱不动 有点抱不动 你这缺乏断练呀 对 因为被拥抱她都给了女儿 加班的每一刻 她都进家去抱抱女儿十分钟 那我觉得不能拥抱这个女儿 你必须给她 看怎么抱不了嘛